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跨年演唱会湖南战夺冠,杨子创最高峰,东方卫视肖战排名垫底 大卫卫视2022年跨年演唱会落幕,最终收视成绩单出炉 事实上,压力并不大 湖南卫视从一开始就是先行者,一直到2022年1月1日凌晨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笔录 排名从高到第一次位,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 湖南,浙江,江苏和东方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跨年音乐会的竞争对手 他们每个人都邀请了很多一线歌手和顶级流量明星来帮忙 肖战,王一博,蔡徐坤,杨幂,杨颖,杨颖,杨子等都是比赛的目标 流量这几个人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湖南卫视能夺冠并不奇怪,因为近几年,湖南卫视基本都是年度第一 这只是强系列的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是湖南卫视的舞台很漂亮,画质也很舒服 每年都使用大量的高科技电源,保证舞台效果的完美 湖南卫视是综艺界的老大哥 在举办各类晚会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和运作模式 2013年的跨年演唱会简直是操弹的操作 江苏卫视赤巨资让张学友和周杰伦同台献唱,这一幕也成为跨年演唱会的经典场景之一 本以为江苏卫视可以拿下收视冠军,但湖南卫视还是有一个神奇的操作 5月10分,天王刘德华登陆湖南卫视 在官宣之前,刘德华突然登陆湖南卫视,让观众大吃一惊 刘德华单独击败了张学友和周杰伦 收视冠军依然是湖南卫视,甚至是张学友 周杰伦的加入,无法撼动湖南卫视的地位 这一次,湖南卫视不仅仅是收视冠军 今年,各大电视台跨年演唱会收视率最高 湖南卫视也是,最高峰值位2.164% 时间是12月31日21.16分,创造了这个高点 人是热火朝天的杨子 杨子一席红群线身派对,带来一首温帝公主的卫兵 虽然有人抱怨杨子的脸僵硬,也有人说她唱歌不好听 但这并不妨碍杨子的魅力 从数据图可以看出,杨子出现前后的数据相差很大 杨子离场后,湖南卫视的关注度也下降了一个档次 杨子这两年倒是有些倒霉 2019年,凭借亲爱的,杨子的事业达到顶峰 同时她还有三部剧《倾差女心理学家》余生请多指教 可惜只有女心理学家成功播出 要知道,另外两部剧的男主角都是前任和现任的顶级流量明星 如果能照常播出,杨子的事业会更好 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妨碍杨子的人气 虽然这两年只推出了一部剧 但杨子的人气不减反增杨子绝对是今年跨年演唱会的收视王 今年跨年演唱会最让人意外的不是湖南卫视再次夺冠 而是东方卫视突然掉链,垫底 要知道,东方卫视过去一直做得很好两年过去了 但为什么今年在底部? 答案很明显,就是肖战没有来 肖战2020年和2021年将连续两年上东方卫视 东方卫视这两年的成绩非常好 虽然还是输给了湖南卫视 但还是很抢眼,尤其是肖战的发挥 当时收视率最高 今年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名单原本有肖战上榜 但最终版并没有肖战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原因,但这是非常明显的 错过肖战后,东方卫视的号召力明显减弱 东方卫视今年之邀请了顶级流量明星张一星 其他嘉宾以我们用送三位主角 主要是时代青年团,大湾区的几位歌手等 总的来说,他们不够吸引人 为了吸引人们参加跨年音乐会 您需要邀请顶级才华横溢的歌手或顶级流量明星 肖战,王一博,蔡徐坤,易洋千玺是2021年新版的四大天王 易洋千玺转战影视圈,很少出现在跨年演唱会上 王一博每年都上湖南卫视 蔡徐坤现身浙江,江苏,北京电视台跨年夜 所以东方卫视想要有好成绩,唯一的选择就是肖战 而且肖战和东方台的关系很好 只可惜肖战最后没能来,粉丝们几乎没有损失 因为肖战主演的电视剧王牌之力正在热播中 肖战做了没有关系 去跨年演唱会,有顾一夜 粉丝也是一样,唯一的损失是东方卫视 2019年和2020年的微博之王和王后都是肖战和杨子 以今年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这两个 这足以证明这两个人的受欢迎程度 今年湖南卫视收视高峰期节目由杨子主创 试想,如果肖战出现在东方卫视 他的收视率还可以再创新高 一个顶级流量明星足以改变卫星电视的整体吸引力 湖南卫视当之无愧的再次加冕冠军 东方卫视不够吸引人,倒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